左看 看起来不会有在地人赶走 为了洗刷行人地狱恶民 警政署今天启动路口安全大执法 针对四大目标取缔 最受关注就是大小车 如果在路口为离让行人 通通开罚3600元 另外路口没有照标志停车再开 人行道违规停车违规临停 都是执法重点 还要加强取缔道路障碍 警方取缔力道持续加强 光是今年1到3月份 就开出30717张为离让行人的罚单 比去年增加138% 刑事民众手法观念有待加强 警方扩大执法真的能改善交通安全吗 前国民党立委高斯伯提醒 大执法需要配套措施 像是耗制、标线、人行道跟骑楼等问题 不是光靠离让行人就能解决 像是汽车右转问题 还得搭配耗制才能避免交通阻塞 警方严格执法要保障行人安全 民众讨论度很高 有人说台湾驾驶无视闪红黄灯 就担心大执法力道只维持一周 要人表示行人地域的起因 有很多面向 不能简化成行人跟道路 相关的道路规划也要一起改善 交通部全面调整强化交通安全 也将在7月公布 哪些县市是行人地域 记者李月琪整理报导 您不要紧张